在我们的最新消息里面 我会把它贴每次上课的连结 所以今天的话应该等于是 如果上课录影的话应该是第14次 那前面几次的话像第13次 这边点击进来 OK 那回去的话细节不太清楚 没关系再看一下 因为我发现 好像一次 因为我不知道是我做太快怎么样 有些同学就是一个步骤 做错了 那后面都错了 那怎么办 没关系你回去自己再把它放慢速度 暂停一下倒带一下 你就会知道说怎么做了 其实这没有什么太困难的点 剩下就是说你懂得怎么样 懂得去回头去看 然后再自己再做一些调整 应该理论上就没有 我觉得要把它学会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所以上个礼拜的部分的话 我们就是利用那个 应该是上上礼拜的吧 所以这个应该是有延伸性的 这一次的话是画图 画什么图 就是把那个外币的汇率 资料先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再绘制那个折线图 OK 那折线图的话因为有10个栏位 所以要画10个图 首先当然你可以画美元 再画人民币 然后再去调整它的宽高 并且把它改成VBA 不过改成VBA 其实是用录制去期的 录制的话 其实录制一个就好 里面好像录下来就两行 两行需要 其他都不需要 OK 那当然再来就是修正日期 所以上个礼拜的重点就是 因为那个日期 它刚好它给的 其实中间都没有斜线 没有斜线的话 那将来 它在做绘制图表的时候 会错误 因为它没有斜线 它不认为它是日期 所以我们其实做了什么事 就是在中间把年月日中间加两个斜线 把它分开 它就知道哪一年 哪一个月 哪一个日 它就看懂了 不然的话 以所有它画图就会发生错误 OK 然后再来就是说 把那个修正日期改为VBA 写的方式我在云端上也有 最后把它用那个VBA修正日期 并且绘制一些相关的折线图 所以最后类似像这样 所以我假设要更新的话 那你们可以看到 这个汇率下载这个程式 在云端上也有 那其实蛮简短的 主要我把它释放大一下 主要就是利用有一个物件 叫CrewTables 这个重点就是它 然后它去抓什么呢 抓一个叫Test的东西 这个Test就是CSV的档案 这个档案 封号后面就是它的网址 就是跟它讲说 你的资料在网路上的哪个地方 那它把它抓下来 抓下来之后自动帮你把它转换成 那个Excel的表格 那可是其中有一个就是说呢 它的编码方式 如果是Big5就950 如果是UTF8的话呢 那就必须要改动一下 改成就是6001 然后资料就下来了 最后把它再扣一个修正日期 所以这边的话我把它Run一下 如果假设我要抓新的资料 那你可以看到每一次下载的资料 都会也不太一样 因为每个礼拜 像这个资料假设是10月份到 到11月31日 可是今天已经是12月21日了 所以假设我先更新的话 你会发现如果假设在执行一次的话 它会先把旧的资料删掉 所以我执行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那这边的话就是 把那个开发人员一样打勾啦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说呢 我先执行 把F8好了 F8就组航 先把旧资料清空 然后再到那个网站上面 把它下载资料到A1 然后这个是编码方式是Big5 然后就是CSV的话应该这个CAMO 它的中间分割符号是CAMO 然后呢把它分割 然后下载下来 OK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资料就下载下来 不过呢 它下载下来之后的话 因为它中间没有斜线 OK所以我们这个修正日期 就是要把这个斜线补上 另外的话日期 有没有刚刚是11月嘛 现在已经12月 所以它这个资料是到11月的 到12月的20 就是昨天的汇率 那昨天美元好像又稍微往下走一点点 OK 好那 再来就扣修正日期 那修正日期的话就是 帮我把头到尾 所以哦 这个是向下追踪 因为将来呢 我的资料的数量 因为会随着不同的时间而有改变 那为了要知道说到底 最下面一列的位置在哪里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写了一个向下追踪 知道说37 所以向下追踪的写法就在这里 之前有讲过 把37的资料抓到这边 所以范围就是从第二列 一直到37列 里面的话帮我把中间的资料 分别抓出来 抓到这边来 然后呢 帮我中间加两个斜线 所以这边加一个斜线 后面又加一个斜线 那两个斜线年月日 然后把资料再放回原来的位置 OK 最后呢 再加上一个自动调难关 所以你会发现哦 他会先从第二列开始 所以执行这个 I的话变成2 所以他会先把这一个储存歌 先做什么呢 抓过来之后 串这个斜线之后再放回去 OK 所以这边 串 所以你可以看到 加了斜线之后就2 有没有发现他的年月日都分开来了 然后中间就有斜线了 所以哦 利用这样的方式就是把他 年月日 这个日期算是正规化了 让他变成正确的 不然的话呢 你画图一定会发生错误 那底下都一样把它执行 最后自动调难关 这样就OK了 所以这边的话美元 人民币 欧元 一直到 应该最后一个是纽币吧 那所以呢 如果假设我们有这些资料之后呢 接下来 也就是要绘制那个折线图 那当然我们这个前面做过了 所以这个美元折线图 人民币折线图 欧元 有没有 所以这边有一个一个 然后可以删掉它 那如果要全部的话呢 这边有个全部折线图 OK把它绘制过来 然后把它删掉 有没有 OK 那再来的话呢 之前好像我们刚才讲到 上个礼拜好像就讲到 就是把那个图给画出来 不过可能就会有同学呢 有其他的需求 什么需求 就是说呢 如果假设我今天要画的图 并不是这么宽 我可能是希望怎么样 我希望说呢 这个图不要太宽 刚好就是一半算了 因为这好像太宽了 我是希望说 左边一个 这边是第一个 右边再放一个 就是说我一次 不要放 只放一个 感觉好像 这么宽放一个 好像有点浪费空间 那我把它放两个 两个的话就是 这个是美元 这个人民币就把它放在这边 那底下的话 欧元再把它放这边 再放日元 如果一次要放两个的话 该怎么做 所以呢 我们待会就来看 这个叫 这个全部折线图 全部折线图 假设我今天希望画两个 画三个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这个画两个 应该是这个才对 应该是这个 应该是 全部折线图 二才对 所以待会的话 我是希望说 把这个图 画成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这样的话 至少不要省空间 再来当然 你可以思考 老师那如果两个可以 那三个可不可以 三个也可以 有没有 一二三 一二三 这样的话 把图放在这边 感觉好像 你可以 去看到更多的 每个货币之间的 汇率相关联性 你会想 美元对台币 好像美元贬值 对人民币 对人民币也是贬值 但是贬值 好像波动比较大 不知道 人民币最近 稳定性没那么好 反而新台币好像波动没那么大 欧元对美元 欧元相对的话 如果以这个欧元为主的话 那你会发现 它其实欧元是在涨 所以也是一样 美元其实也是贬值 所以美元好像对全世界的货币 基本上都在贬值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 美元为什么一直贬值 你可以生锈一下 好像全世界的货币都是美元 在贬值 所以如果假设 我希望今天延伸一下 把这个画图部分延伸成两个 或者是延伸成三个 那这个利益官应该怎么做 所以请各位 把上个礼拜的部分 稍微复习一下 然后再思考一下 如果假设要画 把原来的全部折线图 一个 变成两个 那怎么做 当然你可能想说 老师这个我不会画 不过你可以思考 我们全部折线图怎么画出来的 其实我们是先怎么样 先美元折线图 然后再人民币折线图 再欧元折线图 好了 那其实找出他们之间的关联性 然后再把它稍微改成 要画的那个图形 其实就可以把这个 全部的部分把它绘制出来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那个上个礼拜的部分 稍微再把它打开 画面先还给各位 把这个表现打开 真的 我 是 我 我想